哈喽呀 宝宝们 你们有没有发现 许多蛋在皮肤身上都有个结 就比如到就是夫妇的结在胸口 松鼠多利的结也在胸口 白银河问你的结在头上 仔细发现 是不是感觉每个皮肤都有结啊 但是 你们是不是觉得它们没有啊 被当作实验品的新雄 被蛋马入侵后再也回不来的药星 被海盐污染 失去外婆的水母来来 被大家冤枉中小偷的海藻偷偷 其实它们的结一直在心里 一直解采 它说 我是最完美的作品 自从药星离开后 何以为 可不可以抱抱我 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孤独 迟到伙伴的离开 它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令人难忘的故事 但不止它们 除了蛋奶皮肤之外 我们经常拍开的饰品也有一些故事 通俗来说 这些饰品有着固土的意义 就比如与神猪莫联动皮肤的饰品 友谊之时 象征着它和团子之间的友情 是它们彼此和对方的约定 还有马鼠我佩戴的快乐马铃薯 它的寓意象征着 鼠鼠我呀 想和你一起快乐呀 虽然我是马鼠 它是马铃薯 但是带给大家的都是快乐呀 还有我们的心意包包 特别的时候要送给最特别的蛋仔哦 在我眼里 你不约是最特别的吗 冰封玫瑰被试 象征着爱意不朽 冰封住了玫瑰 也封住了我对你那炽热的爱 当然不止我们的饰品 还有我们的蛋仔动作 就比如双人冰上黄耳资 在无数个旋转中准确拥抱你 听起来都好浪漫 可惜王姨把警戒删掉了 我也记不住几个 所以说蛋仔岛上 每一个东西的存在都有意义的 希望王姨把警戒困难弄回来 还有蛋仔岛上的蹦床 和麻和机前的摇摇车 这些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 新的东西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更怀念旧物 毕竟卖了我们那么久